这边有一个同修问一个问题 他说为了朋友将要自杀 帮他解围之后 发现当晚陪他睡觉时 由众生共六个进入我身 好像这个跟前面一样啊 虽然念经念佛 半年来他们也不再捉弄 有时乖乖在旁听音 但也任在我身内 爬上爬下 我长久下去也不行 请教老法师 有更好的办法帮助他们吗 使我也安心的工作 过正常无虑的生活 你们这个问题很接近 是你两个人写的很接近 我刚才教给你们的方法很管用 你不妨试试看 人一定要知道回过自信 过去 我们图书馆里面这个僧团 有一位同修 这位同修做事情很能干 但是不会带人 所以没有人愿意跟他相处 我们离开图书馆之后 我们离开图书馆之后 我叫他住到澳洲 在澳洲进宗学会 跟大家也是个个不如 我去问问澳洲的同修们 他们提到了多姚头 所以我就叫他 只要你能够与大众相处 把这个毛病改过来 你前途不良 现在呢 我叫他住图书吧 他一个人住在那边 每一天听经六个小时 听我的录像带 念佛六个小时 这一段期间当中 非常有进步 完全换了一个人 我看到很惯惜 他告诉我 听我讲经 他认真就反省 每一天都会反省 有没有做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有没有做 叫别人呢 讨厌 不欢喜的东西 天天在改过 人 哪有没有过失 过而能改 山没大眼 他在山上住三年 用三年的时间 改过自新 虽不能成圣 那也是闲人 真修行 真干 应于常说 浪子回头 金不欢 人最怕的 是不肯承认自己过失 拒绝 拒绝别人 受过失 这个人是 没救了 跟他讲 他能听得进去 他能反省 他能认真 去改 这个人 是圣人一类的人 佛家讲 这有善根 对于有善根的人 我们一定是 全心全力 帮助他 成就他 他成就了之后 他又能多 许许多多重生 所以这个功德 无量无别 有善根